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凯勒看着这满纸的数字是闷逼的 但凯勒的老爸身为麻省理工天文物理学教授的约翰却察觉到了这些数字的异常 经过仔细的对比 他竟然发现这张纸上记录着过去50年间重大事故的日期和死亡人数 虽然还有部分数字未能破译 但根据纸上的信息 在未来几天内还将发生三起灾难 这不禁让约翰大惊失色 于是他立马去询问海伦老师 而海伦老师则告诉约翰 这张纸条是陆星达所写 他不仅在当天行为怪异 而且还用手指在门板上刮出了一串数字 但陆星达已经在几年前去世了 没人知道这些数字代表着什么 而就在约翰为这件诡异的事情焦头烂额时 他家附近却出现了神秘的黑衣人 他们还给了凯勒一块黑色的小石头 这让约翰开始紧张起来 接着约翰便将整件事告诉了他的同事兼好友菲尔 但菲尔却认为约翰是因为妻子去世而变得有些神经质了 这些数字可能只是凑巧才被排列在了一起 毕竟中间还有很多数字没有关联 于是约翰只能无奈地离开 结果就在他去接孩子的路上 他发现纸上那些没有被识别的数字其实就是经纬度 现在他就在预言中下一起灾难的所在地 而前面正好发生了车祸 于是他连忙下车去查看 结果发现并没有人员伤亡 而就在这时 一架飞机却向地面俯冲而来 花心一段之后便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缓过神来的约翰立马冲向飞机想要救人 但无奈 爆炸还在继续 自己也无能为力 随后 回到家的约翰又从电视中得知了 这场空难的死亡人数为81人 这和纸上预言的一模一样 约翰一下子摊坐在了沙发上 夜晚 凯勒听到了细碎的耳语 顺着声音 他看到屋子里出现了一个黑衣人 黑衣人用手指向发光的窗外 凯勒不自觉地上前查看 却发现窗外已经变成了一片火海 森林里的动物四散奔逃 恐怖的景象让凯勒惊声尖叫 而听到动静的约翰立马冲进房间安慰儿子 在抱齐凯勒后 他看到窗外正站着一个黑衣人 但当约翰赶到楼下时 黑衣人又消失不见了 为了弄明白这一切 约翰找到了陆星达的女儿戴安娜 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寻找真相 但戴安娜却对此非常抵触 很快便带着他的女儿离开了 而约翰为了阻止第二场灾难的发生 便独自前往了预言的所在地 他果然在地铁中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 抱着不明物体的男人 约翰连忙追了上去 结果这个男人只是一个小偷 而这时 铁鬼却因为静电换鬼失败 导致地铁脱离了轨道 发现异常的约翰急忙催促人们疏散离开 但为时已晚 地铁一路呼啸着冲向了站台上的人群 人们躲闪不及 纷纷被撞击碾压 悲剧就这样再次降临 而浑身灰尘的约翰 也只能跟随着人群走出了地铁站 他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 但当约翰回到家时 他发现 丹安娜正带着自己的女儿艾比在门口等待着她 原来丹安娜母女俩也被神秘的黑衣人跟踪了 为了查清真相 丹安娜便带着约翰来到了他母亲生前独居的小木屋 在小木屋前 丹安娜告诉约翰 最后一场灾难的死亡人数33其实是1亿 因为他的母亲喜欢反写字 接着两人来到了屋内 约翰发现这里贴满了各种灾难的报道 还有一堆和儿子拿到的一模一样的黑色石头 而当约翰把床垫翻过来时 他终于明白纸条上最后的意义其实是指所有人 最后的日期就是世界末日 而就在这时屋外传来了喇叭声 原来被锁在车内的凯勒和艾比又看到了黑衣人 而这些黑衣人就是轻语者 正是他们在用耳语和孩子们沟通 刚才轻语者就是来询问凯勒和艾比是否愿意同他们一起离去 这让约翰马上持枪追了上去 结果轻语者的嘴里却发出了耀眼的强光 紧接着轻语者便再次消失了 第二天约翰发现艾比在画上着重飙出了太阳 这让他瞬间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立马赶到了办公室 并通过计算模拟 得出了太阳会喷发超级药般的事实 这巨大的辐射将会杀死地球上的一切生物 这就是世界末日 而戴安娜则建议让约翰与他们一起躲进地下的洞穴 以此来躲避辐射 然而就在他们返回家里收拾衣物时 凯勒却再次听到了轻语者的耳语 他旁若无人地在纸上写着数字 即使纸被抽掉 也仍然在桌上用指甲刻着 这让约翰想起路星达也曾在门板上刻下的数字 于是他带着一行人来到了学校 并成功卸下了路星达曾经抓破的门板 原来约翰认为 路星达留在门板后的数字可能就是获救的希望 而就在约翰好不容易找到那个经纬度时 他竟发现 那个地址正是路星达所住的小木屋 约翰赶紧去通知戴安娜 结果却发现戴安娜早已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另一边 戴安娜在加油站联系了约翰 并说他们正在去洞穴的路上 而约翰则告诉戴安娜 辐射会渗透进地下一英里 去洞穴根本没用 只有他母亲的小木屋才是唯一的希望 然而戴安娜并不相信约翰的话 而就在这时 戴安娜看到电话上有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子 与此同时 他的车子也被轻语者开走 惊慌的戴安娜急忙抢车去追 却不幸遭遇了车祸 当约翰赶到时 戴安娜已经气绝身亡 一路向前开 终于在一块空地上看到了戴安娜的车 怀抱着兔子的凯勒也向他迎了过来 直到这时 约翰才明白了一切 原来这些轻语者正是为了保护两个孩子 才跟踪了他们 而此时 突然风声四起 天空中也缓缓降下了一艘黑色的巨型飞船 但当凯勒牵起约翰的手准备登上飞船时 轻语者却拦下了他们 因为只有被选中的人才能离开地球 这让凯勒无法接受 他不想离开自己的父亲 而约翰则教导他 一定要照顾好艾比 自己会永远和他在一起 在父亲的鼓励下 凯勒坚定地走向了飞船 而此时 轻语者的肉身也渐渐淡去 他们变成了浑身发着光的透明形体 同时也变成了拯救人类文明的天使 两个孩子在他们的带领下 一起走进了飞船 在耀眼的光芒中 巨型飞船开始离去 而此时 地球的上空也出现了多艘飞船 他们一起飞离地球 并化成了太空中的点点繁星 最终 约翰与父母还有妹妹拥抱在一起 毫无畏惧地走向了他们生命的尽头 而太阳药般爆发所带来的狂风怒烟 则开始吞噬一切 曾经繁华的城市瞬间化为了灰烬 极致的高温让海洋也开始蒸发 地表都被烧成了红色 地球上的文明就此迎来了终点 而另一边 在卖浪滚滚 美如伊电源般的星球上 凯勒与艾比正在蒲公英的风中奔跑着 他们将在这里让文明延续 让一切重新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